师父是怎么施展魔术 让时光凝固在历史的轨道里 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回到世界一周 岁月和时光是用金钱买不回来的 而刻画上岁月痕迹的古董 也同样是难以估价的宝物 有人说古董其实就是旧东西 收集古董的人是练旧的 是感情丰富的 那么让古董重新焕发新生命的人 就像是魔术师一样 懂得让古董返老还童 在新加坡就有这么一家魔术师 三代都与古董时钟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们可说是新加坡至今少有的 专门修复古董时钟的钟表号 时间不停流转飞逝 太久换新 跟不上岁月脚步的只能被无情的遗忘 不过在诗城小红点就有一家三代人 他们与时间对抗 专门修复被时间摧残的古董时钟 我在这一行已经待了大概40年以上 我父亲是在1947年开这间店到现在 从小是跟着父亲帮忙 就要慢慢培养那兴趣 十多年前我父亲刚刚讲要退休 我才接受 50岁的林志光是新加坡少有的古董时钟修复师傅 十多年前他接手了父亲的古董钟表行业后 就一直守在这家店面 我们新加坡小地方做买卖的是很多 是很容易学到 只是说修理就不容易 要靠经验要慢慢慢慢时间慢慢学才会做得好 环顾这家钟表店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古董时钟 墙上挂着的 桌上摆着的 通通都是林先生修复和收藏的宝贝 别看一些时钟四四方方很普通 它们可是大有来头 比如上面这一排的时钟 它们都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 源自欧洲 除了这些经典型的古董钟外 林先生也修复了不少其他非常罕见的古董钟 比如这个神秘时钟 我们能看透它的钟身 但却完全看不到任何操控它的机械零件 这是因为机心的部分都在底下 再来看看这滚球康格里夫时钟 这款时钟是1808年 英国发明家康格里夫爵士发明的 钢珠沿着倾斜托盘上的轨道滚动 走完一圈要花上15秒到1分钟的时间 这款时钟很不靠谱 只要托盘上累积尘埃 就可能影响时间的准确度 而这款拥有200多年历史的音乐和时钟 可是店里最古老的钟 价值不菲 是一位古玩收藏家请林师傅修复的 时钟的设计结构十分复杂 修起来要花上两个多月的时间 时间滴答滴答地过去 不少古董时钟内部零件和外观难免会受损 要修理并不容易 更何况很多零件在市面上都找不到了 不过林先生表示 就是这种挑战性燃起了他的斗志和兴趣 当中的成就感是他埋头工作的动力 七八十年代的新加坡 有不少人从甘榜搬到了祖屋 于是他们把不需要的旧家具卖给了二手商 其中就包括了不少的古董中 不少国际古董收藏家 以廉价买回了这些古董中 之后再转卖 到了九十年代之后 这些古董的价格翻倍 身价大涨 而林师傅店里有不少古董时钟 也是在那个时候收购回来的 购买古董很容易 但是要修复它们 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古董时钟常见的问题 包括了外部表面和内部机械结构 生锈 磨损或锻炼 而林师傅正在修复的这台古董中 正好综合了刚刚所描述的 所有疑难杂症 难度很高 现在我就是要修理这个 1880年的Gran Sonori 首先我要拆那个针 那个面出来 才拆那个机器 真要水 它的Bushing是给它吃磨损了 修复师傅林志光 仔细研究时钟的问题所在 接着才开始动手 一层一层的把钟 拆开修理 板是同做的 然后那个这些Gear的Sharp是钢 钢会比较硬 它一直在转动 转动了它的这个Bush 就给它刺宽了磨损掉 所以整个系统 就要拆出来 要放新的Bushing下去 钟的内部机械结构很复杂 一层一层需要很多个细小的螺丝 拼凑在一起 师傅必须戴上这种特别的放大器 才能够看得比较清楚 整个拆散过程需要花上约15分钟 看到这些像头发一样细的螺丝了吗 这些都要保留好 不然不见了就麻烦了 拆好后 就将所有零件放进 装满化学药水的桶里 浸泡至少两个小时 由于多数时钟的零件是铜做的 利用酸性液体 就能将附着在铜器上 黯淡无光的氧化铜去除掉 让零件变得和新的一样 在浸泡零件的同时 林师傅把标示凹凸的部分打平 抛光后再喷上晾漆 到现在还在做是因为 现在有安情嘛 最重要的 satisfaction就是说 很多顾客拿他们的时钟来 有些很多讲找不到人家修理 我帮他们修好有一个满足感 那一步一切准备好后 就可以开始修复时钟的外部 这古董时钟已经有百多年的历史 不只是木头的颜色退了 外部的一些木头也已经断裂了 必须修复 就好像你看 这边有一片木断掉 一些古董中的零件 已经无法在市场上买到 就算找到了也不一定适合 因此大都是林先生自己制作这些零件 修理古董时钟这个行业在新加坡非常的罕见 多数是老一辈在经营 但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对于这个古老的艺术产生了兴趣 这会不会改变这个行业的生态呢 过了几天的时间 林先生把断掉的木头修好了 这些已经修好了 那些木不建掉的 雕刻关掉的都已经修好了 那最后就是 他找这些以前的颜色 要让木头的颜色恢复到从前的模样 就要用到这个掺有颜色的油光漆 起到一种打亮的效果 让老旧的木头看起来焕然一新 等这些漆干的同时 林师傅把之前已经浸泡好的零件给安装回去 终于大功告成 从小我看我父亲在坐时钟的时候 我觉得很interesting 是一个家传的生意 所以到我这代就第三代 我将来打算接手这个生意 林师傅的两个儿子 从小就跟他修复古董时钟 慢慢地对这独特的手艺产生了感情 年轻人对这百年历史的古董中的手艺 不但不抗拒 反而设法带入他们的未来 其实古董中的市场会比较小一点 可是不代表没有发展的机会 我想改变整个店的形象 要吸引更多年轻人 每个古董中 后面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 都存在着历史文化的意义 这家钟表行很可能是本地唯一一家 还在提供古董中修复服务的店家 东西坏了可以修复 但是手艺失传了就很难弥补了 好了 这一期的世界一周也来到了尾声 希望您会喜欢我们这一期的故事 同时也非常欢迎您到世界一周的Facebook专页 给我们留下您的意见和建议 让我们继续给您带来有趣和好玩的故事 好 非常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节目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 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